大家好 歡迎來到電腦網阿達的頻道 我是小編Kila 看到今天的標題 是不是覺得很轟動呢 真的不是小編在給你騙喔 最近呢 是有一個很具有爭議的新聞 就是AI的創作獲得 科羅拉多州博覽會的首獎 外媒報導指出 來自桌遊公司的參賽者 透過Midrony生成圖像 並將圖像印製到畫布上參加了比賽 這樣的舉動引起了兩派不同的聲音 一派認為如果評審知道了創作過程 這個冠軍早就不被准許參加比賽 但另一派則覺得 他只是另一種數位藝術工具 就像是大家熟悉的Photoshop或是Illustrator 而且這個作品參賽的項目是 數位藝術相關的主題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這種處於灰色地帶的問題 小編這裡就不多做討論囉 今天呢我們就要跟大家介紹 現在到底有哪些好用的AI繪圖軟體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獲得藝術首獎的 Midrony 由於它是Discord上提供的服務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擁有一個Discord帳號 才能使用 之前想體驗Midrony的話比較麻煩 需要透過牽線人獲得邀請碼才可以進入 但現在已經開放啦 只要點選連接就可以馬上進入 我們進入後就可以看到 左側有很多聊天室 那如果我們要制圖的話 可以往下拉 找到Newbeast開頭的群組 隨便進去一個都可以 接下來我們只要在對話框內 輸入斜線 Image 待系統跳出對話框後 再輸入你想要創作圖片的內容 這裡不管是打句子或是單字都可以喔 稍稍等待一下系統算圖就會跳出4張圖片 下面還會跳出兩排選項 選擇U會放大像素並提升細節 選擇V則會根據所選的圖片來延伸畫面 而後面的數字就是代表你想要選擇的圖片啦 順序由左上到右下分別是1到4 目前Midrony分為免費版本還有付費版本 那免費版可以生成25張圖片 付費版每個月支付30美元 生成的圖片可以用於商業 再來要跟大家介紹號稱是Midrony的勁敵 他的名字是Stamble Diffusion 會有這個稱號是因為他完全免費 而且圖片還允許商業用途 使用方法很簡單 首先我們先到他的官方網站選擇登錄 這邊可以選擇你有的帳號做連結 接著就可以開始創作啦 我覺得這個介面蠻親民的 右側的工具欄可以調整畫面大小 想生成的數量等等 而且網站在一開始就會在輸入欄幫你輸入好文字 我們就可以先參考網站上是如何輸入的 然後跑跑看輸入後的結果 再進行我們想要的創作 對於新手而言是比較友善的 另外提醒大家 產出的圖片要記得馬上儲存喔 因為當你想要回頭利用歷史記錄下載時 你會發現它只能看到你搜圖的記錄 不提供下載的服務 第三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Dali E2 它可以說是和現在的Stable Diffusion 並稱最強的AI繪圖軟體 一樣只要簡單的認證後 就可以開始使用 介面也是淺顯易懂的 只要在上面的輸入框打上你想要看到的圖片描述 系統開始算圖並提供你四張圖片做選擇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你可以點選搜尋欄上面的Suppress Me 系統就會自動幫你生成一些關鍵詞 對於一開始不太有想法的人可以嘗試看看喔 網頁下拉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創作 如果想看到同個關鍵詞產生的照片 也可以點擊圖片下方的Click to try 說了這麼多 大部分AI會圖創作 都是輸入英文才能進行準確的創作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個AI 則是以中文輸入為主 它就是文身圖 它是百度出品的AI繪圖系統 它的介面和我們前面介紹的DALI-E2很像 要制圖時也是直接在上面的對話框輸入 再按下生成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了 搜尋框下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修飾詞 還可以調整你想要的圖片尺寸 另外呢 若是你不知道該如何輸入準確的詞 可以點選看看教程 裡面就會教你如何精準的輸入啦 那今天介紹了這麼多AI的繪圖軟體 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 如果用一樣的描述請他們創作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下面我們就來嘗試給大家看 可以看到其實每個繪圖AI都很厲害 但是因為不同的演算模式 及對不同語言的理解能力有所差異 所以一定會有所區別 他們都是在這個快速發展時代 帶給人們更多驚喜及希望產物 每個研發團隊都值得給予戰勝 值得一提的是 紋身圖在二次元的創作上 是以碾壓之姿勝過其他AI的 雖然它在其他的手腳處理上 還是沒有辦法很精緻 但也真的是非常驚豔了 今天呢就分享到這裡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電腦王阿達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相關 好